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在吃海鲜 喝酒 他们吃寒东西 我们驱寒喝酒 我们吃一些养生 因为梅酒是养生的 梅酒是养生的 对身体好 还有一些师兄师姐他们治疗法 他们跟我说只有梅酒才可以喝 对身体好 是不行的 梅酒是对身体好 我们今天来到这间天水屋酒做 是的 天水屋酒 我们排了有多少杯 七种梅酒 七种梅酒 已经包了牆 因为这间店只有七种梅酒 所以我们卖了 大家看到我们后面一呈呈呈 是的 是的 我们就浓一点 试光它 试光它 是的 其实我们还没吃东西 但也要试一试给大家 OK 喝完再吃 一一一 一个个来 它是很好的 它那些杯子里面 就写了个贴纸在里面 就是我们就知道那杯是什么酒 而且它原先针给我们的时候 就有三分之二是冰 一般人可能会梅酒用冰喝 是的 但是一旦我们喝惯威士忌 我们就说咦 不爱冰 我们要烤你喝 烤你喝 那我们就很多梅酒 我打算它 它平时有一半以上是冰 是的 我打算它就给那么多 正常是这样 我们都预了 但是它又好 那个服务员 我竟然没有问题 但是我打算他 都是这么多 是的 我打算他会不会 还会收到那么少给我们 不是 全部是很负的 我们抵了 抵了 天对我们真是好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试了 那你试 我想试红色的杯 噢 试红色的杯 是叫什么 几周的梅酒 赤 但是写明是赤的 OK 你选哪一只 我选 那你选赤这个 我选 你喝红茶 我喝红茶 红茶 哇 厉害 Black Tea 是的 OK Cheers 很重梅的味 直接是梅酒 梅酒味 是的 真的梅酒味 他们说这里是几周 很多很出名的梅 所以这里外面都有很多梅的食物 可以买的 是的 是的 我这个 我喜欢喝这种梅酒 多一点 因为梅酒 我想我们最容易 就应该是C字头的品牌 C字头的梅酒 只是试了几种 但是都是偏甜 哦 是的 它不甜 是的 可能香港人口味 或者是大众口味 就喜欢一些女士 是的 就喜欢偏甜 是的 它这个不甜 喝完后的身上 马上有暖意 这么厉害 是的 这么厉害 它的度数可能比 这个有写度数的 我这个是12度 你那个呢 全部都是12度 全部都是12度 但可能因为它本身 预计你有冰 那你喝起有冰的梅酒 就觉得这个浓了 但是我又觉得 我们喝到威士忌 是的 我又觉得OK 是的 是的 这个我们叫常温 嗯 嗯 而那个浓度 又不会被冰溝淡了 就是你 你喝在自己 你都用威士忌 就不是用普通的一粒冰 让它溶进去 那你才能喝到原味 喂OK 我这个真的是 像原味的梅酒 是的 但是它是红色 是的 只不过是红色 而且没有那么甜 没有香港的那么甜 是的 我们试完第二个 好吗 没有啊 完全没有 我没有啊 你先选吧 我选吧 我选这个实色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芒果 芒果 芒果 哇特别 那我选择柠檬 你选择柠檬 好 那个是不是柠檬 看一看 是呀 芒果 芒果 真健康 哇 真是芒果 有啊 有啊 很柠檬 但是立刻薄了很多 没有了梅味 很少很少的梅味 是的 很少 柠檬出得很厉害 芒果 直接是芒果 芒果味 直接是芒果味 我这个 很重的柠檬味 而且是柠檬皮 其实有那种柠檬皮 那酸不住呢 它不是很酸 是那些柠檬皮 那些 我这个是像芒果肝 即是芒果肝的味 它不是那种 柠檬刺出来的酸味 它是咬柠檬的白色 啊啊啊 有少少苦 是的 那种味 比较出一点 是啊 就不是那种纯粹酸 如果女孩子喝这个 芒果的梅酒 就真的 一定会喜欢喝 而且会不停喝 因为你完全感觉不到酒精 刚才那个梅酒 你都感觉到有少少酒精的 但是你 这个很快 很易醉啊 因为舒服 是啊 喝得很舒服 很smooth 好了继续了 第三种你选 那就 那你试了几周尺 那我试几周梅 几周 白色的 梅酒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是classic 即是原味 是的 原味 ok 那我呢 还有什么选 柚子 做柚子和honey 我要柚子 要柚子 我要柚子 是的 Cheers 生意兴隆 这个就真的很好吃 我明白你刚才说的 很正常的梅味 很正常的梅味 但是不甜 是啊 拔走了甜味的梅 它迟呢 我有一段时间就自己釀梅酒 嗯 但是釀梅酒呢 其实很难的 你用日本梅酒釀呢 就不够满味的 哦 那我试过 那因为它的度数不够高 嗯 那有人跟我说要高度数才行 那我就弄一瓶三精 来釀梅 是 那一年就釀梅了出来的了 我就是买了 OK 那我说一下了 其实柚子这个呢 在香港我都试过很多柚子梅酒 嗯 很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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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喝柚子的酒 满味都是很轻 都感觉到是有酒精 是的 感觉到有酒精 但是如果你给我选 我会喜欢那个芒果 更加多 嗯 因为这个也有少少酸 有少少酸 是的 是的 那我说一下了 我们来到黑潮市场 嗯 我心目中 无论看Youtube片也好 就是想着黑潮市场 就是现在就多了人来 因为另外一个市场就说很贵 那些东西就是 斩梅游客斩得很厉害 那多人来这边 那我满心期待着 来到应该看到很多人 好像捉地 或者什么很多人 很多海鲜档 那样的 就是我未来过 我都未来过 怎料来到呢 只有我们一团 哈哈哈哈 我们这一团一百人 是我们那一团一百人 对 所以是大客来的 全部错了我们 是的 包了这一个场地 我刚才走过 又拿 张sir拿出来的 是的 我都告诉大家 我买些什么 因为我呢 就是小朋友 就很喜欢吃鱿鱼那些 是的 有口口 是的 那我又买鱿鱿 另外这些小带子 带子仔 我也觉得都 一千日两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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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很划算 五十多元两包 是的 对 五十多元两包 带子仔 那么划算 鱿鱼呢 因为我如果在香港 在DONKI买呢 都没有那么多 而且很少 是的 另外又是 带子的裙边 对 整条都是鱿鱼 是的 那另外这个呢 是什么 我买了两包 一包我打算送给爸爸的 这个呢 就是葡萄 肝 葡萄肝 对身体非常好 但是很大一粒 葡萄肝不是很干的 而且呢 就是他们说 日本的水果是最出名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 不如就试试它的葡萄肝 试试 是的 就是 680日元 就是 20 30元 划算到难 因为在香港 你买葡萄肝很贵的 是的 很贵的 我自己就有时 喜欢给工人炒饭 就是 当然你说你肚饿小吃 你当小吃也太大了 你问多数元 20多元 你还要日本的葡萄 是的 你一定要买 OK 还有最后一杯 最后一杯是 Honey Honey 我倒一半给你 它都有五粒星 Honey 好东西留在最后 是吗 倒五粒星 它五粒星是金 不知什么 美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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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香港味 不过很重的 很重的梅酒 很重的梅酒 是的 很重的梅酒 它像 Toya 有个品牌 它有一条线 是特别重味 它像那条线的那种味 但是 是啊 是重味的 这个是重味的 它1.81L 不知多少钱呢 相比刚才 你那条线的梅酒 这个是很清的 是的 这个很清 很简单 很清的梅酒 这个真的是重味 我们在香港 我们那时候 我没有买过那条梅酒 是有少少威士忌的梅酒 就是重味 就是重味 就是 有时 我来威士忌 常说 full body 我那天坐飞机 来日本 我在飞机上 看了一个 就是说 苏格兰威士忌 是 如何釀製 我看了 那当中 那些外国人 他就说 就是试的那些 苏格兰威士忌 他就真的 absolute full body 所以如果这个 就这么清 就是absolute no full body 那我们 既然也带着罗坑去的人 最后我们又拉回少少下去 这边说一下 那这里是坐 字 就向外 那就是坐东南 这个我说这个店铺 这个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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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门口是不同向的 我们硬一点会再出去打一打 是的 那就是坐东南向西北 是的 那我们连续第三间地方 是旅游圣地 都多人去的地方 好像都是坐东南的西北 是的 这么有趣 为什么这么巧 因为我们是单独的 我们完全是没有想过 要去哪里拍就是 去哪里有时间 就去拍了 不过有时候很有趣的 我也听不同的老师说 他们很多时候 就是看风水 那些客帮他叫他选择盘 也是很有趣的 真的去到那一天 他没有刻意说 但是硬是所有款都向同一个座向的 是的 是很 我的老师是这么说的 很奇怪的 我有个老师说的一句说话 就是他那段时间很有趣的 他连续看了两个是 同样是Fight Ken的片子 是八字 接着他就说 他那个节契之前 他就不再看客 因为他知道再看下去 都是那些款 是的 我自己的经验也是这样的 有一段时间 有个朋友就认识了一两个客人 给我 他连续一个多星期 看了四五个人 都是结过分离过分 或者是有小三 总之感情乱到 乱到你要拿一棵树来画出来 总之他一完蛋了 我就不记得他的故事了 是 因为那个故事太长了 是 接着我就说不看着 看着都是敢问我选哪个 是呀 是呀 因为感情有时候就是 就是你控制不了对方 不是说八字看不到 是吧 就是你八字本身里面 真的有个频率 有个磁场 是的 你那个时刻是会出现些什么 有没有竞争对手 但是你是控制不了对方 究竟他的八字又如何操作呢 很难 是的 你另外第三方又如何操作呢 所以有时候我们尽量就希望那些客人自己和合 甚至乎自己看通透一点 自己看事情 就不要执着在某一个点 人生才会开心 对啊 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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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试完七款 喝完了 一支我们拍片就走完 那些服务员 特意让我们去拍摄 是的 那究竟我们用了多少钱呢 又给五秒你想想 好 5 4 3 2 1 OK 我们七杯梅酒 而且是全杯 是的 是的 总共是840日 而今天汇率五一几还是五二几 五二几 五二几 即是不用五十二元 你当是四十五元 即是 四十五元 香港一个小刀 吃光了七八 哈哈 哇 还有好饮 好饮 所以我们真的要介绍给大家 是的 其他人就普普都吃海鲜 那些 刚才我走过 其实在香港也吃到 是的 可能新鲜些 但不是说抵到 乖不乖 可能我们吃完不同 但是暂时没见到 暂时没见到 但是你在香港要找一间这样样样 这么多款不同的梅酒 即是我历时觉得新鲜 我历时觉得新鲜 真的我没见过 因为很多时候 梅酒我不敢说 但是你记得我们上次去上行 Sake的老师在日本酒都是 其实卖新鲜 你不会看到有十年Sake 是 是 坏了 是 不是红酒 不是可以自己的 是的 我指它这样卖应该是新鲜 應該是新鮮的 可能年份不會很多 但確實給我們平時買的梅酒 我覺得是好喝的 是啊 完全沒有苦澀味 還有 真的她那個配搭 我喝的幾杯都 其實芒果我覺得女生會最喜歡 非常好 還有原味的梅酒 不過只不過是紅色而已 是不是? 我覺得OK 你呢?你喜歡哪一個? 紅茶那個有沒有茶味? 其實紅茶那個最好喝 因為她不甜 可能我不太喜歡喝很甜的酒 她就是梅酒重梅味而拔走了甜味 因為她叫紅茶 但其實她英文寫black tea 是啊 就是說她相對地不會甜 綠茶有時候會甜一點 有沒有茶味的? 沒有 你又喝不到茶味 可能因為她不甜 你會覺得是茶味 但我又不覺得真的有茶味 但是我真的覺得是好喝的 12% 我們喝到這麼不全身又全身的梅酒 OK啦 還有我推介大家要喝酒 是甚麼呢? 特別是外面吃海鮮 海鮮就一定不含 我自己可能身體差一點 我吃完海鮮 如果我不喝酒就會不舒服 是嗎? 即是你明顯感覺到寒的 可能有些朋友都會是這樣的 例如我自己在香港吃海鮮 哪裡吃海鮮 吃完之後我還要買威士忌 喝一點點 這樣就沒事了 如果不是之後那幾天又肚痛 又不知怎樣 即是那個寒太厲害 那你一定要用酒去推出來 我自己的身體是一樣的 那不是要你喝多少 很多 少少 來讓那個寒出回來了 是的 而且如果梅酒真的養生 或者我自然療療的那些朋友 他們都說只可以喝梅酒 這樣就喝 其他酒我們都不喝的 那我們更加要喝 對 OK 好 我們今天介紹就是這樣 OK 下次見 拜拜